我们都知道相声界师承辈分总是扑朔迷离 有些人年纪轻轻,辈分却很大 而有些人年纪虽大,辈分却很小 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位德云社的后起之秀 名字叫做尚小菊 他的辈分在德云社应该算是三代 站在岳云鹏的搭档孙岳跟前 还要喊一声爷爷 那么尚小菊到底和岳云鹏有什么缘分 岳云鹏自己已经大红大紫 是否藏私不愿带徒弟妃呢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视频 探究背后的奥秘 尚小菊年龄其实还真不小了 生于1995年8月29号 要说这尚小菊和德云社的长辈关系都很好 比如比郭德纲辈分还要高的谢金 尚小菊就要喊一声老祖 在一次孙岳晒出和师父的合影后 尚小菊就在评论区回复帅了爷爷 孙岳回了一句谢了孙子 虽然只是短短的八行字 却让不少粉丝捧腹大笑 这样乖巧幽默的尚小菊怎么还没火呢 难道是小岳岳自己害怕教会了徒弟 饿死了师父 所以有意打压徒弟呢 要来探讨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要先盘点一下 德云社里的小子 目前一共有九个人 都是郭老师的徒孙 其中 刘小婷 尚小菊 徐小竹 是岳云鹏的徒弟 高小宝 高小辈 红小楼和李小葵 是鸾云平的徒弟 王小哥和于小怀 是孔云龙的徒弟 到底尚小菊红不红呢 我们说 如果和郭其林 张云雷这些人比 那么尚小菊 肯定还要差点意思 但是如果和同期的师兄弟比 尚小菊 其实还算得上是佼佼者 在这里 我们再为大家科普一个冷知识 尚小菊 还是小字科 第一位接到商演的相声演员 如果这样都说 尚小菊 被岳云鹏打压 那实在是有些睁眼说瞎话了 同时我们还有另一个证据 证明岳云鹏 是打心眼里疼爱这个徒弟的 尚小菊在2018年11月22号的时候 通过微博宣布了 自己和女友领证的消息 岳云鹏在第一时间 转发了这个消息 送上了自己的祝福 同时还豪横地表示 尚小菊结婚的酒席 自己包了 如果师徒关系不融洽 岳云鹏大可没必要如此 那么为何尚小菊 还没有一炮而红呢 首先个人认为 尚小菊的相声风格 需要做出一些改变 为什么这样说呢 早期尚小菊 学师傅岳云鹏学得很像 甚至还有人称 他是岳云鹏第二 虽然这个称号 为尚小菊打开了知名度 但是大家都知道 模仿的在相 那都不是真人 大家初次看 可能会觉得很新鲜 之后多看几次 就会产生厌烦的情绪 何况岳云鹏 还活跃在舞台上 观众朋友 如果真的想看 岳云鹏的演出 直接上网搜索就好 没必要再绕个弯 看尚小菊 模仿师傅的视频 这可能就是所谓的 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吧 不过个人感觉 尚小菊 可能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最近学师傅的风格 已经学得很少了 而且那种建盟的风格 现在也被尚小菊 当包袱使用了 两三段活力 偶尔来一下 现场效果很好 第二点个人认为 和尚小菊的小乃银 也有关系 这点怎么说呢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吧 有的人觉得 小乃银显得很可爱 但是也有人觉得 这样略显作作 不过换个角度说 小乃银也是 尚小菊的个人特色 说不定哪天 相声圈就流行起 这种声音了呢 有些观众对我们不满意 想退票 没关系 觉得不好 可以打死我 可以打死我 你这么喝得出去吗 上来 第三点 应该就是还没有碰到好的机遇 小月月对徒弟是真的很好 尚小菊平时跟着他 出场的机会也多 平时去给小月助演 场子大 观众分布较合理 不仅锻炼了相声能力 也积累了一定的观众缘 要说为什么尚小菊还没有大红大紫 那个人觉得 应该还是没碰到好的机遇 您瞧 张云雷不也是因为一只碳清水盒出名的吗 岳云鹏就更别说了 春晚舞台的常客 也奠定了他在相声圈 坚实的地位 所以啊 尚小菊不是不活 只是还没有等到火候 其实在小字辈中 个人还是最看好尚小菊 一方面 尚小菊脑子快 反应快 而且来德云社已经十年 作为传奇社的优秀学员 基本功扎实 在台上又浪又稳 说学逗唱 基本没有短板 在年轻一辈中 已经实属难得 另外 尚小菊也很懂得感恩 此前在某次演出过后 有观众直冲到台上 还好有徒弟尚小菊护着 岳云鹏才躲过一劫 我们都说 信任和爱是相互的 相信如果平时没有 岳云鹏对尚小菊的关照 尚小菊也不可能 在危急时刻 第一个站出来 挡在师傅面前 这样勤奋有天赋 又懂得感恩的尚小菊 能活 应该也就是时间问题了 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如果您喜欢 就请您动一动小手 点个关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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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订阅